中國十年期公債市場火爆 卻引發了中共政策制定者的強烈焦慮 因為他們擔心會出現類似 2023年矽谷銀行倒閉危機 中共央行已經發出多次警告 表示債券泡沫可能破裂 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 並破壞中國經濟不平衡的復甦 據報導 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跌到2002年以來最低點 同一時間20年期及5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收益率 也一直處於低位 由於長期公債殖利率 是反映人們對未來經濟成長的預期 殖利率的下行 意味著民眾對未來經濟前景的不樂觀 中國基本上雖然它似乎像是一個市場改革開放 但是就像我們所知道的 其實人民幣並沒有辦法像美元一樣 在國際社會上面做出一個正常的流通的情況 中共央行7月1號宣布 將大借國債金額涉及多達10兆人民幣 公告宣稱為維護債券市場穩健運行 決定近期面向部分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開展國債介入操作 換句話說 就是介入債券然後拋售 以壓低國債價格 試圖提高國債殖利率 中國經濟結構市場上面的問題不斷的這個發酵的結果 導致的是其實它在金融上面的問題會被連帶影響 如果中國大陸市場連國債的信心都下跌的情況 那當然就是中國其實目前在做的事情 就是已經在預防金融風暴的這個出現 很多銀行機構他們是本身沒有錢 由於他們的管理能力比較低 他們也不懂怎麼去賺錢 也不敢去放貸 所以他把儲戶的錢就用來買10年30年甚至是50年的國債 所以出現問題就是 由於這些錢不是他銀行自身的 要是說這些儲戶要去把他的存款要拿出來的話 中共財政部5月中旬首次發行的中國3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 首日交易大漲25% 外界解讀中共央行這次介入國債 等同執行無毛印鈔 變相印鈔票 所謂無毛印鈔是一種沒有任何實際價值 及貴金屬支撐的貨幣政策 可能導致通貨膨脹 貨幣貶值和金融風暴風險 學者表示 中國房地產還在下跌 現在連錢都不值錢了 中國經濟也會不斷地出現問題